衛福部今天宣布 正式成立三大AI中心 將照護資源轉為AI人工智慧應用 目前全臺共有十六家醫院 通過決選成為AI指標醫院 衛福部表示 將透過制定資安 還有隱私權的管理辦法 公開AI模型 資料效能等等 提升AI透明度 也將和食藥署合作 協助廠商驗證AI模型 提升驗證速度以及準確性 並且和健保署合作 建立AI臨床試驗機制 爭取納入健保給付